大家好,我是小河,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要整第九节 这一集我们来学习一下复选框Qcheckbox 复选框是非常常用的一种空间,而且也是非常简单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Qt的帮助文档对于Qcheckbox的一些介绍 首先我们可以在查找这里输入Qcheckbox,然后回车就可以看到帮助文档中关于Qcheckbox 它的一些介绍,然后我们这里点more就可以看见它的更多的相关内容 然后这里说Qcheckbox这么一个空间,它是提供了一个小方框 然后这个小方框和一串有文字的一个label 也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小方框加一串文字的label 这个就是Qcheckbox,然后Qcheckbox有三种状态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Qt帮助文档里面输入Qt,然后两个冒号,Checkstate回车 这样就可以看见Qcheckstate它的三种状态 第一种是unchecked,也就是说这个item没有被选中 然后是partialchecked,partiallychecked 这种就是一种半选中的状态 这种多用于有些类类被选中的情况 然后它复联了就处于半选中的状态 然后第三种就是Qtchecked 这种就是一种全选中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一个item它是被选中的 下面来看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这是我之前已经写好的 然后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这里有两个复选框和两个按钮 第一个是获取点击按钮 获取第一个复选框的状态 比如说这里呢,我首先是一种第一个复选框 是一种半选中的状态 然后我点击这个按钮 它就会弹出partiallychecked 弹出一个对话框 消息框提示我们这一个复选框的状态 现在我选中它 然后这里要弹出复选框 弹出一个消息框 然后显示checked 我现在取消取消勾选 再弹再点击这个按钮呢 就提示onchecked 第二个呢,是我点击这个按钮 如果是选中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取消勾选 如果是没有勾选的话 那么呢,我们就勾选这一个复选框 下面呢,我们就来自己动手 然后实现这么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首先呢,还是打开QT集成开发环境 QT Quater 然后呢,新建一个项目 这里呢,我们选择QT Widgets Application 然后项目名呢,我们这里随便取一个Q Check Box 其实呢,这里呢,大家就可以赶紧 这里呢,就是一个复选框 设置默认的项目路径 然后一直点击下一步 这里呢,积累我们 啊,类名我们就改一下 checked box 积累了就选单狗 因为这里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然后呢,勾选这一个复选框 创建界面 这呢,就是我们啊 现在正在学习使用的一个空间 现在这个工程的基本框架啊 我们就已经搭好了 接下来呢,就是啊 拖拽出我们想要的一个界面 首先呢,是来一个group box 来两个group box 来两个group box 再拿一个复选框 check box 再来两个按钮push button 然后再布局啊 这里我们选中这一个group box 然后呢,再选择一个布局水平布局 就可以了 下面这个group box 我们也让它水平布局 最后呢,再选择整个应用程序界面 垂直布局 这样呢,这个布局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修改一下文字 这里要比如说我们是 获取状态 这个呢,是点击勾选 比如说这里我们随便输一点文字 创建界面 然后是下一步 这里呢,就勾选吧 下一步 接下来呢,就是写我们的代码 这里呢,我们是想通过点击这个按钮 然后获取第一个复选框 它的一个状态 这里我们首先还是添加超反数 选择按钮,然后右键 我们先转到潮 这里呢,我们选择它的点击 请要click click 然后下一步 这里呢,我们就是来 获取第一个复选框 它状态 代码就是如果 第一个checkbox 它是 它的check state 这个函数的就可以了 获取第一个复选框 它的一个状态 如果等于 checked 也就是选中的时候 我们呢,就弹出一个对话框 这里呢,首先还是 Q message box 把这个投文件引入进来 然后这里我们用一个information消息框 第一个参数大家可以看见是parent 这里我们就用this 第二参数就是title标题 这个消息框的标题 这里我们information 第三个参数 就是我们要显示文字 text 这里我们就checked 如果elseif 它的状态check state 获取 如果等于unchecked 没有选中 我们呢,这里还是弹出一个消息框 第一个参数this 第二个参数 消息框的标题 第三个参数 我们要打印的文字 这里呢,就是unchecked 没有选中 还有一种状态就是半选中的状态 check state check state 这一个接口呢 就是获取 复选框的状态 这里呢,partially checked 这个呢就是半选的状态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第三个参数 这里呢,我们就来编译一下 构建编译 看看有没有问题 现在已经构建完成了 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来运行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 我 点击下一步按钮 获取 第一个复选框的状态 这里第一个复选框是unchecked 也就是没有选中 然后我现在选中它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它就变成checked 然后现在这个半选的状态呢 我们是不能通过点击 来啊 或得到这一种状态的 因为它是一般的话是通过它的子啊 它有什么比如说 它有直选项的时候 这是我们才可以来设置它半选的状态 真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代码来实现的 比如说第一个复选框 我们设置它的一个check state 它的一个选中的状态 这里我们就来用 partially checked半选的状态 然后我们现在运行起来这个程序 就可以看见啊 第一个复选框的状态是半选的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它呢就是partially checked它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第二个按钮 它的一个功能 首先还是转到朝 点击信号 下一步 这里我们就是来设置 啊第二个复选框的状态 如果 它呢是 check state 如果它是选中的话 我们就设置它未选中 啊 衣服 它的状态等于checked 我们呢就来设置 设置 set 切个state 这个借口就是来设置它的一个状态 这里我们就是unchecked 如果 这里写错了 check state 如果他是未选中 然后呢 我们就设置他为选中的状态 然后现在代码的我们已经写完了 运行一下 第二个我现在点击下一步 他呢就将勾选这个复权框设置为选中状态 可以看见我现在点击下一步 然后他变成了选中的状态 再点一次他就取消选中状态 这呢就是关于Q checkbox复选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使用 这里我们用到了几个接口 set check state设置他选中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check state获取复权框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好像我们这里呢就只用了这两个接口 关于Q checkbox复权框呢就讲到了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